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飞行天下 说在美国五角达楼 却之对荷里活开刀 大家要明白 荷里活 尤其是迪士尼也好 或者Marvel 甚至DC 我最喜欢DC 不过现在变成烂片一弹 我说过 如果他边缝是黑人 我一生都不进场看 但是为何关五角大楼事 为何关美国军方事 现在就是他逼令他 荷里活所有的大片 要和中国脱欧 我经常做节目讲过 现在整个西方国家 对中国的政策就是 不脱欧去风险 这个是欧盟一定会做的 就是说不能够做 像过往那样在产业链高科技 依赖中国 可以做一些小生意 贸易上都可以的 但是一到核心技术的话 这样就跟中国说不 那当然 美国表面上都是 但是不因为美国的经济体量 而它的专利 就是所谓我经常都说 我说 找最低的钱做企业的就是做工厂 就是赚取微薄的加工费 接着再进一级 如果是说做生意的话 是什么 就是做品牌 就是你看到LV 你看到Kucci 你看到努力士 这些就是做品牌 就是说在加工厂上高 再做上一级 而到最后终极赚大钱 可以垄断世界的 那个叫做标准 所以你经常见到欧盟认证 你会见到的当然就是 哦 美国药厂FDA 其实这些就是所谓的认证 甚至你看到现在很流行的柴油车 它就会说欧盟绿营 其实这些就是 为什么当日华为可以挑战美国 挑战日本 挑战欧洲 就是因为5G 当你5G的技术 不是用到最高级 用回当日 洛基亚挑战摩托罗拉一样 当日摩托罗拉是怎样 当日摩托罗拉是怎样 他想去到地球 每一个角落无线电话 结果他用卫星传送 很贵 但是 就是 洛基亚要挑战你 我不用去到每一个地方 有些基本上 几公里才得一户人家 你不用理他 那你怎样 在一些商店 在街上 装设一些叫做发射站 他解决了一个问题 他不能够全面覆盖 不如摩托罗拉 但是他价钱便宜 那便打低了 其实当日的华为也是 华为的5G 它不是好像日本 或者好像iPhone 他们那么强 但是他叫做入门盘 他够用 但他便宜 那便足够了 结果 打到美国佬 几乎一摸一摸 这个就是霸权 那当然 来到美国军方 今时今日 不是所谓的叫做 不脱勾去风险 事实上 只不过的时间未到 就是美国佬 还未走到 要做到这一步 是在做着 未做到这一步 娱乐事业都要 是 所以荷里活大片 在6月28日 美国的军方 五角大楼 直接制裁荷里活电影 他们说明 你们不能够 唱好中国的故事 如果不是的话 五角大楼 是不会提供任何的协助 给你拍大片的 你要明白 好像Token Tongo老师 我的志爱 就来做 不可能的任务又出了 这个暑假又有好戏看 他拍的 Token 当日第一集的时候 他预算只不过1500万美金 但是军方借了那部F-16 给他 而F-14 F-14当日的价格 3000多万美金 即是你的制作费 不如别人一部的战机 譬如你做战争大场面 一定有军方的协助 甚至有军方的配合 你才能拍得到 尤其是战争 包括你说现在CG很厉害 但是有些场景的真实感 是不能代替的 现在军方就跟你说 所有或者未来 如果你们要做中国市场 不介意 但是你不要因为中国的政治背景 作出修改 如果不是的话 中国跟你赚钱 他 军方 跟你say no 即是你不会再得到 美国的军方支援 但是你说 荷里活 大片 是不是真的很注重中国市场 是的 譬如好像Marvel 很多人喜欢我 我都喜欢 当然 不是现在这个 现在这些是垃圾都不如 即是等于奇异博士 他里面有个角色 他里面本身是一个西藏法师 但是后来他改了 明明是男人 变成了女人 其实就是跟中国妥协 为了上中国的市场 其实不单止 譬如好像我们说的2012 一套大电影 即是世界末日 旧世界的就是中国人 你都可以看到 Marvel之前 很多的电影 你都会很突压 包括变形金刚 你会看到范冰冰突然间加一场气 你会看到李冰冰突然间加一场气 这些全部都是因为有中国市场 突然间将它的方向改变了 你也看到花木兰 都是 淋淋种种 当然有 所以 这个难怪 始终都是商业机构市场主导 但是现在军方就痛下杀手 由6月28日 麻烦你们所有电影 电视剧 不容许再有这些所谓的 有很多的网络 好像网飞 Netflix 他们已经将中国的市场排出 他们经营的是世界市场 所以你看到 有黄之锋的纪录片 在Netflix播放 这个就是你的取向 你究竟要中国市场 还是要世界市场 在这里是一个分野 所以 你看到现在的状况 你就要明白 现在是脱钩的真正开始 是连到什么 是连到所有所有 现在我们看到的文化领域里面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追踪share 订阅科金看广告 可以的话 加入美元和Patreon 大飞王天下 需要大家的支持 拜拜